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 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在AI晶片需求旺盛的带动下,台积电在台股日前一度涨超5%至725元新台币,市值升至18.8兆新台币,创历史新高。 另外,美股市场台积电收涨4.06%、133.9美元,逼近历史最高位。 AI晶片供不应求的情况持续至今。 高盛认为,短期内解决AI晶片短缺最直接的方法就是增加CoOS产能,而台积电是其中的核心。 高盛分析师Bruce Lu领导的团队在最新发表的报告中指出, CoOS Chip-on-Wafer-on-Substrate封装技术的产能成为过去一年制约AI晶片供应的最大瓶颈, 也是2024年AI晶片需求能否被满足的关键。 1月下旬,台积电总裁魏哲嘉在台积电法说会上谈及先进封装议题时指出, AI晶片先进封装需求持续强劲,目前情况仍是产能无法应对客户强劲需求, 供不应求状况可能延续到2025年。 台积电今年持续扩充先进封装产能, 今年先进封装产能规划倍增仍是供不应求, 预估2025年持续扩充产能。 高盛认为,台积电的代工模式仍是提高AI晶片产能最高效的方式, 鉴于代工企业在成本优化和运营效率方面的优势, 与建造专门满足AI晶片需求的自有工厂相比, 是更为现实的解决方案。 高盛直言,目前AI晶片供应短缺主要是回答H100晶片的短缺问题, 其采用台积电4nm节点制造, 并需要用到Co-OS封装。 而先进制程工艺的产能并非晶片供应问题的关键, Co-OS的产能限制才是造成晶片供应不足的重要原因, 基于对台积电Co-OS扩充计划的估计, 在2024年第三季度产能或许会显著增长。 当前H100晶片的需求实际上仅占台积电5nm节点产能的10%左右, 如果台积电将其100%的N5产能用于生产H100晶片, H100产能可立即提高10倍, 目前的先进制程晶圆产能并不是近期供给问题的关键。 在业内人士看来,当前的瓶颈主要是由于Co-OS产能限制所致。 当前的Co-OS产能16kWPM远小于N5晶圆产能125kWPM。 随着AI需求从2023年开始出现, Co-OS设备供应商需要时间增加它们的产能以满足激增的AI需求, 而台积电仅需1.5亿至1.8亿美元的资本投资即可将其当前的Co-OS产能翻倍。 高盛认为,对AI晶片的需求会随着成本下降而动态变化。 一般来说需求和成本通常存在反比关系, 当成本上升时,需求将趋于下降。 而当需求与成本同步攀升时, 行业会寻求降低成本来满足不断增长的需求, AI行业也不会例外当前在成本居高不下的情况下, 对AI的需求也迅速上升。 AI伺服器的成本比普通伺服器高出7-30倍以上。 因而在考虑建设多个晶圆厂以应对强劲的AI需求时, 必须仔细研究实际需求的动态。 毫无疑问,目前对AI晶片的需求与现有成本结构密切相关, 关键因素包括ETOPS每秒进行一兆次操作的成本, 也就是AI晶片的运算效能。 晶片的成本,这与售价相关。 由于AI开发仍处于初期阶段, 未来几年,随着技术迁移, 晶片设计和效能改进, 成本下降曲线可能会显著下降, 晶片的成本未来可能会大幅降低。 此外,基于脉冲神经网络SNN的 用于边缘AI的神经形态晶片问世, 也会增加评估未来晶片需求和相关成本问题的复杂性。 对外界人士来说, 通过了解AI相关容量和成本的变化, 识别未来和长期的真实AI晶片需求至关重要。 高盛判断, 目前对于AI晶片的生产来说, 先进制程工艺的产能如台积电的5nm节点不是限制因素, 目前主要的限制因素是Coleware S, 也就是把晶片堆占起来且封装于基板上的产能。 因为Coleware S是指把晶片堆占起来, 并且封装于基板上, 可以减少晶片所需要的空间, 也能达到减少功耗和成本的益处。 其中,又可分成2.5D水平堆占最为人知的就是台积电的Coleware S, 3D垂直堆占版本, 将不同的处理器、记忆体等多种晶片模块层层堆占, 做成小晶片chiplet。 因为其主要应用的就是在先进制程上, 所以又称为先进封装。 因此,当前的瓶颈主要是由于Coleware S产能受限。 当前的Coleware S产能16K WPM远小于N5晶圆产能125K WPM。 随着AI晶电需求自2023年开始激增, Coleware S供应商正在逐步扩充产能以满足需求。 随着AI需求全面爆发, 台积电在2023年启动了其Coleware S先进封装产能大扩产计划。 近日夜内传出,台积电3月对台西设备厂再度追单, 交机时间预计将在今年第四季。 因此,今年年底台积电Coleware S月产能将有机会 比其原定的倍增目标的3.5万片进一步提高到4万片以上。 报道称,台积电正全力冲刺Coleware S产能, 目标2024年翻倍成长, 2025年也将持续扩增。 公司去年一开始先将部分info产线从龙台移至南科, 挪出空间扩产, 之后台中AP5也从原本规划扩充Coleware S中的WOS, 也拍板要一并扩充Coleware S另外规划中的铜锣加异厂也评价再增加产能。 综合设备业者消息, 台积电自2023年4月重启对Coleware S设备的下单, 第二三轮追加订单则分别落在2023年6月和2023年10月, 之后多是零星增单。 不过,今年三月台积电,有西一轮的积极追单, 将在今年第四季交货, 预计今年年底产能有望达到4万片以上。 更先进的3D封装,SOIC部分, GAMD之后,苹果也规划导入该制程, 你采取SOIC搭配Hybrid Molding热速碳嵌陷合成型技术, 目前正小量试产中。 为满足客户需求,台积电也持续上修产能规划, 去年底SOIC月产能约2000片, 目标今年抵达近6000片, 2025年月产能目标再倍增于一倍, 有可能达到1.4万至1.5万片。 盘点台积先进封装供应链, 施制程设备主要有红素、西云, 其他设备供应商,还有万润、军豪、晋盛、 军华、群翼、泰升等, 提供OE、电胶机、贴膜、烘烤、激光钻孔等设备。 预计在台积电连续追单下, QOS胶机潮将延续到今年一整年, 看好多数供应商手机也淡积不淡, 全年有望强劲成长。 随着AI、高效能运算等新兴技术的驱动, 晶圆代工产业先进制程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台积电依然保持着晶圆代工领域的绝对优势, 稳作行业头把交易。 那么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